南投市139丙县第二期道路新建工程正如火如土的进行中 但是在2.4K处却碰上一户房屋刚好在新建道路正中央 县府与屋主多次协调后 同意以移动方式将整栋房屋往东北方向移动50公尺 避开车道不但完整保存房屋 也让道路工程能顺利进行两全其美 南投市139丙县第二期道路新建工程 在2.4K处碰上一户房屋刚好在新建道路的正中央 经过县府与屋主多次协调之后 同意以移动的方式将整栋房屋往东北方向移动50公尺 避开车道 县府公屋处长纯锡吴多次前往工地现场关心 了解施工进度 他表示 张先生的房子刚好在新建道路的正中央 经过多次协调之后 屋主同意采迁移的方式办理 除了征收补偿金之外 也协助其顺利申购国产局的土地 算是在公共利益与民众权益上取得平衡 所以才能看到在未损坏房屋的构造下 将整栋房屋搬移的难得景象 第三九丙是我们林县长最重要的一个政策 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期 现在在进行第二期 其中在第二期周边有张先生的移动房子 刚好是在整个道路的中央 整个在规划当时就是 以民众的利益为最大的考量 有很多方式 第一个是拆掉重建 第二个就是搬移 然后搬移这种方式 有两种经过我们多方的协调 以张先生达成一个共识 他同意用房子的搬移方式 来解决整个的问题 整个协调会是由我们林县长亲自主持 整个定案以后 我们就开始做执行的一个计划 现在目前各位看到的就是 整个房子的迁移 这个技术在台湾已经相当成熟 也不会造成房子任何损害 这样的方式是两千七枚 张先生也满意 政府也解决了整个公共建设 让这条道路能够顺利 如期的完工 屋主张先生则表示 政府新建道路征收土地 是公共利益 还是要配合用地征收 但是又舍不得 自己五年来辛苦新建 与装潢的房屋早拆除 所以在县府多次协调 与帮忙之后 终于顺利请到专业的 仿务迁移工程公司 来帮忙移动房子 大概移动4到50公尺远 约要40个工作天 会稍微转个15度角 面向东北方 背靠新建道路 因为139的县道的开设 那我合法农舍 就是希望在我们的立场 百姓的立场就是 不要拆迁 那能够迁移是我的愿望 跟县府这边有协调过好几次了 他也同意说我做来做迁移 马路的开设是必要性的 因为县府的立场就是 这个是公共的利益 那我当然百姓就是 我也要促成这样的一个 这件事情 所以说没有什么叫满意不满意 当然如果说 不要影响到我的房子 当然是最好的状况 可是影响已经影响到我了 那我就尽量配合 然后县府这边也蛮有诚意的 就是蛮配合我 就是我的要求 做这样的迁移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公务处表示 139丙县道路县建工程 目前已经完成第一期 南钢工业区 工业北路区段 至丙兴路口 全长1.7公里 第二期工程 则从丙兴路至乐立路 总长度1.48公里 总工程经费 3亿3000多万 目前正在施工中 预计明年4月完工 记者 蜜师琪南斗市采访报导 都会发生了 这种预计